我们先来准备50克黑豆 黑豆的燃料价值特别的高 含干量也比较高 蛋白质也是一样特别的高 而且呢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滩水化合物 维生素 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点黑豆 对身体很好的 补充钙质 补充能量 补充维生素 再准备50克黑米 黑米也是一样 燃料价值比较高的 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 蛋白质 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黑米 而且黑米的口感也特别的好 香甜软糯 特别的好吃 尤其是做米饭 包包包的时候都特别的好吃 很香的 糯米适量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糯米的口感更是香甜软糯又好吃 比大米好吃很多 口感很黏糯 小朋友比较喜欢吃 糯米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的丰富 钙质比较多 维生素也比较多 再来准备一下 把红皮花生 花生被誉为长寿果 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 优质的蛋白 我们多吃红花生 做对身体很好的 这种红皮花生 比那种白皮花生营养价值还要高 高出很多倍 加入清水 我们用手淘洗淘洗 把食材淘洗干净 淘洗干净 淘洗干净 时间不要过长 两遍三遍左右就可以了 淘的次数比较多 那米香味一样压着都会流失 搓一搓洗一洗洗干净 食材洗干净 加入清水浸泡一会儿 最后我们来准备几颗枸杞 放入小碗中 再来几颗红枣 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 把红枣枸杞打湿 再来点面粉 用手抓捏抓捏 淘洗淘洗 把红枣枸杞清洗干净 红枣和枸杞都有沟壳 沟壳里面有很多的灰尘 不好清洗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更好地把枸杞 沟壳里面的灰尘 还有烘到里面的沟壳里面的灰尘 全部吸附出来 这样清洗过后的红枣和枸杞 和枸杞特别的干净 吃着更放心 用了来回的搓一搓 我们洗干净 枸杞的营养质值特别的高 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蛋白质 男性朋友们可以多吃一点枸杞 对身体很好的 特别的滋补 搓洗干净 多换两面清水 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好以后我们来看看 这会儿的红枣枸杞都特别的干净 一点灰尘都没有 接下来用干净的厨房剪刀 剪成小半 再把枣盒去除不要 枣盒是热性的 不要食用哦 平时我们吃早的时候 也不要食用枣盒 煲汤的时候也不要 红枣的营养价值真的是特别的高 我们平时的时候 可以吃上几颗红枣 煲汤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 对身体很好的 尤其是我们女性朋友们 多吃红枣非常不错 浸泡了一会儿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花生已经起皱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也不要泡的时间太长 直接把浸泡的水和食材 全部倒入破壁机里面 泡锅之后呢 水也特别的有营养 不要浪费啦 枸杞红枣也放入破壁机里面 加热800毫升清水 开始搅打 再打成细腻的米糊 打好以后 倒入碗中 我们就可以开喝啦 特别的香浓 营养美味的自补米糊就做好了 喝起来甜甜的 米香味很浓郁 里面加入的食材特别的多 黑豆 黑芝麻 糯米 花生 枸杞 红枣 营养特别的丰富 经常的喝一喝 对身体很好的 补充钙质 补充维生素 补充能量 特别的不错 最近的天气特别的寒冷 也比较干燥 早上不想做饭 可以喝上一碗米糊 一整天暖暖和喝的 暖心暖胃 又暖身 很舒服 而且呢 多喝一些汤水 特别的滋补 这款米糊 老人孩子都特别的适合 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我们可以经常的喝一喝 对身体特别的不错 好 吃吧 我很想给 吃 这个 又有 好吃吗 嗯 嗯 还吃个菜知道吧 吃个土豆 肉肉 肉肉 嗯 肉肉 嗯 好香 妈妈煮的肉肉 嗯 肉肉 对妈妈煮的肉肉 嗯 嗯 大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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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小肉肉 嗯 嗯 我煮的 嗯 嗯 嗯 姐姐呢 姐姐去哪了 姐姐去哪了 姐姐超火辣 哦 咳咳不吃 咳咳不吃 那哥哥呢 哥哥去哪呢 哥哥去哪呢 哥哥也上去了 哥哥不吃了 哥哥不吃是不是 吃吧 肉真香 吃吧 多吃幾個好不好 媽媽吃肉了嗎 媽媽吃肉了 媽媽也吃肉 媽媽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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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幾皮 沒事 就 suficiente 沒有膠電 太軟了 10克 叫啥爸爸叫啥 哦 叫啥叫啥 爸爸叫 你叫吧 叫叫 嗯 拜拜 啊真棒 喜歡的朋友們收藏起來 有空試一試吧 點開我的頭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視頻 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幫我點贊關注 留言轉發